我先讲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学期 我希望说让我们是商学业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我们来验识视觉化分析 所以我会希望你们大数据分析的概念 要全部都让我走过一次 举例来说函数函数 如果我今天台下做的都是医学院的学生 我可以告诉你们 他们真的30分钟照样拼完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拼懂 但是他们很厉害的是回去一定会做 那我会觉得说 我会希望你们去了解大数据分析 里面很重要的叫做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是乱七八糟的 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做好资料清理 你后面做出来的视觉化分析一定是错的 但是现在我说这种乱象 我认为是乱象 就是说所有请我教书的单位 他只重视视觉化分析 不重视资料清理 那就会变成一件事情 我是在分析垃圾口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拿到这么多家的 向事柜公司 所以我想让你们一定要体验 这个资料清理的重要性 再来人家主管机关 所谓主管机关 他都已经算好的现金流量 负债比还有一大堆 变业主权益变动 五本分析 那当然我们就要直接拿过来使用 这些不是会计科目 我们只要理解他为什么要分析这些 所以当我们走完函数的教学的时候 我们就要直接拿别人已经算好的资料 所以接下来我们没办法一直重新算 所以请你们现在赶快把握时间 那我每一次上课 我都已经帮你们把作业都做完了 你只要回去拿着我现在的范例 重新重新连你的资料 你的所有的视觉化报表 不用你画了 我全部都帮你们画完了 所以只要你上课当日 上课当日之后 才去交上一周的作业 那市头没有再交作业 所以我要请你们一定要特别记住 特别记住这件事情 那我还是要先从我们赖群组 赖群组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三大报表20240318支0 这是我今天上课一刚开始的档案 也就是告诉你这个支0 就是你上次我最后交完 请你们做完的作业 好那我们就直接从这个范例档案开始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复制 把它储存下来打开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储存 储存完毕 我再交一次 有人直接从这边就打开这个档案 拜托千万不要 现在这个是LINE里面的暂存资料夹 它是不让你做任何事 到时候更不要说后台的资料处理 所以接下来我去打开这个资料夹 针对这个档案 我先复制 什么叫复制到自己的电脑 好那当这边我有一个复制 复制已经跑到最上面去了 复制 我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就先贴到我的下载 或者是你们很习惯贴到桌面 都可以点选 我是贴到下载这边 接下来我当然就要进行减压缩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点解压缩全部 我个人的习惯是把最后的这一个资料夹就直接删掉 再去点解压缩 这样子它就会直接帮我放在下载这边 我不需要额外在下载资料夹下面 又再建立一个叫做三大报表20240318-0 这一个资料夹 接下来就是快速请同学点两下这个档案 我们就要从这边开始教函数 首先我们还是要看负债总额 因为这个负债总额不是用累积的方式 而本期综合损益 它是用累积的方式在做计算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如果今天我面对的不是商学院 我一定要去解释清楚 为什么只有损益表 它是用累积的观念来去看 这一段期间的动平衡 收入费用之间的关系 可是现金流量表跟资产部债表 不是用累积的观念来去看 但是我们要用这样子的观念 还原数据 好 所以到时候还要再教你 那一个非常难写的函数 又要怎么写 那我的课程我会搭配到 你要知道叫做生成式AI的技术 已经普遍在我们日常中 所以这门课 我还是把它定位在叫做 AI生成大数据分析 所以麻烦真的请让我有这个机会 讲到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 首先在这一张表 这是大家都会做的 也就是我们来去看这个负债总额 以负债总额 我们画的是各年各季的负债总额 所以其实你可以你就画出一条线 从这条线 我们通常在讲长期趋势是什么 当然就在讲说 我们在2013年第一季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说不要念数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约 例如说这边是七亿个千 也就是七千亿 那请问一下 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2021年第一季 它达到了44个千亿的成长 这就是长期趋势嘛 同意吗 同意吧 对不对 为了你们 我也只能拿出杀手键 你这张图 直接用滑鼠右键点摘要 它就直接告诉你 长期趋势是什么了 根本就不用你们来回答我 这就是AI生成式大数据分析 只要你会画好一张图 好 接下来机器到底讲了什么 好 这不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 那我还是要带到 让你们知道 我不是要把一个整额 放在这边就好了 因为我发现 很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看到这条线 看不懂 所以我要让这一条线 形成可比较性 一看就懂 所以有些人 他就会说 那我加条趋势线嘛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 我其实只要请你 加趋势线在这边 第一件事情点它 分析趋势线打开 好 所以简单的说 长期趋势 我们看到 从2013年到2021年 请问它的长期趋势是什么 就是增加嘛 先画出趋势线 我要再画三条线 画面就用一下 其实这个长期趋势 我觉得不是那么漂亮 而且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其实既然是长期趋势 我们要报告 让老板更清楚知道 到底 到底这张图 它告诉我们什么资讯 好 所以我要再画三条线 第一条是最小值 第二条是最大值 第三条是平均线 那如果各位知道说 平均线它在天最小值那边 跟天最大值那边 它所代表的意义 你们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 第一请点它 第二分析最小值 第一请点它 第二分析 分析里面 请找最小值新增 喜欢是不是到这边 再来第二 把这个最小值关掉 第二最大值新增 可以吗 请问这是不是 这这么多年间 它的改变 除了看到逐年逐迹的上升 我们还知道了 它的一个范围 第三请开平均线新增 我不晓得这样子的这三条线 你会不会报告 因为你今天 你随便点别家公司 像台积电有看到吗 这代表什么意思 它这几年负债总额 持续增加的引力 会高过于前面几年 一定要知道 我们不要给老板看这一个 如果说你真的要给他看 可以 但是我会觉得 这个是看数字 而且我要让老板知道 这边的变化 还是以下面这个比例来去看 更具有震撼 因为从这边要转到这张图 这是要转一下的 请你不要一直都让你的老板在脑海中转 我真的要告诉各位 有很多老板他都是技术出身的 他根本就没有财务背景 他分析能力一定不强 所以我就要讲这张图了 这张图简单说 就是在做跟去年同期的比较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在看同期比 我们是不是就先教你 如何去算这一个 好 应该有印象嘛 我用的方法是 我先找到负债总额 会计科目 好 所以拉到下面去找负债总额 那因为这样子好太麻烦了 所以我习惯是在这边搜寻 没办法 大数据本来 本来我们就必须要面临这个困难 科目非常多 那你就直接打负债嘛 或者是打负债总额 因为你就直接把你要搜寻的会计科目 输入在这边 接下来对他负债总额滑鼠右键 点选新增快速量值 接下来这里面的函数非常多 当然会包含加减乘数 当然也会包含时间智慧 时间智慧 这几个函数都非常重要 但是以这个我们现在拿到的资料 我们要算的是年初契金跟季初契金 我们没必要去算到月初契金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料 这样听得懂 可是你要知道你知道台风 你要画出这个手势图 你要算什么 直出契金 就这一个小时的第一分 一直到现在 好台风哦 像地震 你至少要算今天还有发生几次 有感地震嘛 那就是日出契金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先选年初契金 总计 因为我刚刚右键是点负债总额 所以他这边基底值预设为这个负债总额的总和 那其实这里有非常多种你都可以去改 只是我们现在刚好不用改 因为他一记就一个数字摆在那边 接下来这个日期当然我们要新增为一 我们的连续变数很简单 我们就是去看时间 各时间之间的一个情况的改变 所以我们的日期 你就只要把日期放在这边新增 我们是不是就做完了这一个函数 叫做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上次教的 我们是不是又在教你有了负债总额的年初契金 是不是还要再去计算年初契金与去年相比 所以要记得是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所以是这一个函数 不是这一个函数 我们如果要算这个比例跟去年 我再讲一次 如果今天我要算 这个负债总额 它从什么 与去年相比 请问是拿负债总额来算 还是负债总额年初契金来算 答案是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你的 例如说这一个值是第三季 那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第一季第二季到第三季 与去年的第三季来比 也就是这个季 2022年第三季来比才是正确的 可是因为我们在计算负债总额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把它先算出一个年初契金 所以我们比的是年初契金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去年与去年的比 与去年相比才比较有意义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如果要做快速量值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打开快速量值 请选 现在就不是选年初契金的总计 而是选与去年相比的变化 再来这个基底值 我要关掉新增自己打字 叫做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接下来月期在这边 期间一新增 也就是这一个函数 就是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与去年相比 我真的希望你们 至少应该要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很多人 我想在座 如果有人听懂 也应该给我个回应 为什么我们去比的时候 我们不是比负债总额的比 而是比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与去年来比 因为这样子的比是有意义的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函数 我也都帮你们算完了 算在这个地方 这个好 也就是说 以台积电算完这一个 那第三个 这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 我就想要呈现 这个负债总额前一年的年初契金 可以吗 这样子是不是就比较方便 你们去知道 这个比例是怎么算出来的 首先这个是前一年的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所以它的算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把年初契金 年初契金在这边 对不对 它跟它的最大差别是 这个年初契金所指的是现有时间的2023年第三季 那请问这个要算的是不是现有时间2023年的前一年 那就是2022年了 所以这两个很接近 所以这个年初契金的函数 请注意 这个也不是你算的 对不对 你要会改 就差在这个时间而已 好 所以这个函数的计算方式 就直接拿负债总额年初契金来改 那当然怎么改 整个复制 只有在这个地方 使用到 same period last year 这是去年同期 对 当然就直接看比例咯 直接看比例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通常会秀出表格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其实正确的秀法是 第四季第三季第二季第一季的比较 那通常我们不可能记住太多数字 所以我们只去看说这累积到现在这一年 跟去年的累积值是成长还是衰退 举例来说 这负债总额年初契金与去年相比 就是在讲这件事 所以这张图只是把这个负债总额 这个是负债总额改成什么 这个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可以吗 那这一条线 他只能画一条线 哪一条线 这一条我也帮你画完了 0与去年相比 高于0我们称之为成长 小于0我们称之为衰退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每一个老板 他只想知道到底我是成长还是衰退 请问这样子的比较 老板是不是比较容易比了 是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去看到一件很特殊的事情 从2019年第一季之后 这家公司的负债总额都在上升 可以吗 负债总额要讲说 应该要这样讲 负债总额年初契金与去年相比 那个比例是在逐年上升 这才是老板比较容易看懂的 那你可以去看嘛 这是不好的嘛 对不对 你现在一定要先看懂一家公司哦 因为到时候我是要并十家公司 听得懂吗 好 你看像这样 你看像大力光他只有前面这边不好 他这边负债总额 他是表现不错的 你希望一家公司的负债总额 以去年相比都是逐年增加吗 不希望嘛 你投资的这家公司的股票 你当然不希望是这样子的情形 我纵结刚刚我最后面讲的东西 绝对是关键中的关键 我们给老板看的资料 请问应该应该给他看这种资料 还是这一种透过零值的表现 在零以上是增加 零以下是减少 答案是下面这一种 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预测的正确性 举例来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他这个如果一个很大的数值来做预测 大数字的下一期预测 他的资准度会跟比较小的数字 这个是26.57 他的下一期会变成叫做12.04 可以吗 这叫做负债总额年初迄今与去年相比的百分点 你有没有发现他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虽然他在这个圆的下面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数字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而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从那个 因为以统计95信赖区间来说 只要是落在15.63% 33.95% 对95信赖区间我们的正确念法 是先念下线 再念上线 有听懂吗 你在报告的时候 不要随便念 因为你这样 当然了 你的老板可能不懂 但是你到时候你出去报告 人家会说谁教的 请不要随便乱念 知道吗 我们商学院应该要先有我们商学院 论文也是这样子写的 是先念负 是先念下线 介于先念下面再念上面 好 95信赖区间 我们预测下一季 下一季 好 可以看到 25到34%之间 15到34%之间 但是现在是不是落在12% 所以他是不是不准 我同意接受这个不准 但是他这样子的比例 其实是很小的一个数值 相较于这边 你直接拿一个很大的数字 来去看 5信赖区间 你会发现他的落差的比例 从可能个十百千万 十万千万亿 好 因为对 十百千万是百万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可以知道说 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什么 3.1亿跟3.3亿之间的差别 这边是16%到34%之间 的信赖区间的差别 那个数字是很差 差异非常大的 你知道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我真的告诉你 以后老板在念法周会 在法周会的时候 一定会被人问 老板请问一下 你觉得下一季 你们公司会成长还是衰退 天哪 老板怎么会知道 所有老板一定亲切讲 我们看 未来大盘 如果他的走势是上升 我相信我们公司 也会跟着上升 你听得懂吗 他都是在找一些 反正大盘好 我们跟着好 听得懂吗 都是这样子在讲话的 如果说你今天 说你会赚钱 到时候真的跌下去了 那个电话不要接到 哪里去了 可以了解吗 那你真的都不用再 赚钱 再考好工作 全部都在接电话 那你想这样子也不好吗 所以我是希望说 你要从这件事情去了解 我们其实应该要看的是 这个比例的变化 年初期经的比较 跟季初期经的比较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准 各位 那之后问你了 你懂不懂什么叫年初期经 像例如说 假设现在是 9月30号 那请问 那是不是 从1月1号到9月30号负债总额 与2022年1月1号到9月30号的负债总额 来去做比较 你觉得老板是要看这样子的比 还是老板要看的是 我7月1号到9月30这一季 第三季 跟什么上一季 上一季知道吗 上一季是4月1号到6月30号 对啊 的一个比 听得懂吗 那你觉得老板是要去看年的同期比较 还是记得循环比 听得懂啊 好了 当然是都要看 听得懂啊 内部都要看哦 因为你到时候 我还要请你做给把人看的 你要知道有些公司赚钱哦 他只有一张投影片 台积电什么财报分析 今年大赚结束 我赚钱嘛 不然你来咬我 听得懂啊 简报就不做了 你知道 那如果他亏钱的时候 只有亏钱 那个台下才一堆人 那你给我好好报 你的财务简报到底怎么样 你听得懂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一定都是这样子嘛 赚钱随便 他都在呼咙 大家买单 你们好好去工作吧 我们就等着去收这些鼓励就好了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站在正确的一个做法 又应该怎么做 所以你要去区分 好 那所以在这边 我不可能只看年的同期笔 我一定要学会看记的同期笔 所以怎么做 好 接下来我要去做寄出契金 即正是滑鼠右键 接下来在这边 已经看不到 首先你要先选到负债总额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做负债总额 寄出契金 那当然我们一定是看最后那一季 现有资料的最后那一季 所以滑鼠右键底下的什么 你找不到了 有没有快速量值 找不到了 因为已经被打开来了 在这里 可以吗 好 第一件事情 你点这些都不重要了 因为你要打开快速量值 在这边请选 时间智慧里面的寄出契金 接下来是这个地方 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 负债总额 所以先关掉它 新增最好自己打字 才不会选错 叫负债总额 点它 可以吗 当然这个基数 这个日期的基地 一定是我们这边设的日期 新增 它叫做负债总额寄出契金 记得请把这些删掉 因为我们是在外面做时间 日期的控制 可以吗 知道删掉 一幅函数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一幅 是不是这个叫判断式 这边是成立的时候 这边是不成立的时候 可是我其实只要它这一段 好 所以请把这个判断式 跟成立的时候 把它给删掉 打钢 这叫负债总额寄出契金 我要换掉这一个 我不要 这一个 好吧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复制它好了 复制它 请把这个 这个是年初契金 所以把它先拿掉 我要勾的是寄出契金 就是这一季 这一季 第三季是这个数值 那你去看第二季是这个数值 你去看第一季 2023年第一季是这个数值 那我接下来要算负债总额寄出契金与去年相比 我要做的是这一个 负债总额寄出契金与去年相比 先听懂 好 那去年当然是指2022年的什么 7月1号到9月30的这个值 跟今年的2023年7月1号到9月30的值 之间的关系 就不一样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我现在还在讲同期 这是不是相同期间的比较 我还不是在讲寻比 那就是说第三季跟第二季的比 这就要寻比 好 那我们接下来在这边 它已有这个工具了 滑鼠右 对不起 不是用滑鼠右 应该是直接打开快速量值 接下来 请把计算改成 与去年相比的变化 请把基比值拿掉 新增改成 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寄出契金 日期 有看到 有看到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如果你真的要做选比 你这边你就要自己动脑筋 去改写 好 行增 记得一样把这个 全部都删掉 全部 这个 这个是条件式 应该看得懂 这边是成立的判断 成立的时候 都把它delete掉 这个变数要留着 return回来一直都要留着 打勾 接下来 当然就是 就是一样 这一个 复制贴上 只是把它 把这一个拿掉 我要换的是 寄出 负债总额寄出契金 与去年相比 所以打勾 所以你看 如果是 因为你要让我讲完 到底累积的数值 谁要看 累积真的很重要 那这个三季的同期比 也很重要 但是意义真的有差别 尤其是当这两个数值 是接近 或不接近 一个正 一个负呢 我们接下来要讲 第三个函数 刚刚之前我们是在算 负债总额前一年 例如说 从年初到第三季 那现在呢 我们要算的是 前一年寄出契金 对吗 也简单说就是 2022年 2022年的第三季 寄出契金是多少 好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用的是 这一个值 因为我 我这个是2023年的 寄出契金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要放的是 2022年的 寄出契金 可以吗 这边已经显示是第三季 所以我就只放第三季 好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复制它 复制这个 复在总额寄出契金 全部的内容 复制 滑鼠右键 点选 点选这个资料 里面任何一个 去选新增量值 贴上 麻烦请在这个地方 要加前一年 这个寄出契金 是指现在所有资料的寄出契金 这个资料是前一年的寄出契金 所以这个地方 再加三 你只要输入在这个日期 日期的前面 请输入SAME相同 相同期间 好 TAP键 因为它是一个函数 有加了左刮鼓 所以你在右边 也要加一个右刮鼓 打勾勾 我们就算完了 好 接下来我就复制它 贴上这个 关掉 不是前一年的年初契金 是前一年 寄出契金 可以吗 我要告诉你 等一下要看的重点是 这两个数字的差异 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是年初契金 我稍微先把它缩小 这是年初契金 与前一年的比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 很多人也很喜欢看 寄出契金的同期比较 所以布置它贴上 接下来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的 布债总额年初契金 与去年相比 请关掉 改成 布债总额 寄出契金 与去年相比 可以吗 那为什么要做两张图 第一张图 其实你看到的一个累积性 它已经包含进去了 所以它会把这样子的差异 平滑化 我要告诉你 这个概念 我们在做即时集合 我们要看的是哪一种 我们要看的是这一种 你要真正知道问题 点 什么时候得到最大的改善 可是当你报告 当你报告资料给别人听 例如说针对古迷 你要用这一张 它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变动 平滑化了 可以吗 我讲的东西都是量化后 有评有据的数据 这样子的话 你要对不同的人 讲不同的报告 好 我再强调讲一次 这一张跟这一张的主要差别就是年初契经与祭出契经 算法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是给内部做内部击合很重要的一张表 这一张不是 这一张是给法人去看的 可以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把这一张复制贴上 接下来 请把这个负债总额年初契经删掉 换成这个负债总额祭出契经 因为这么多图表 对不对 我到时候 我一定会浓缩浓缩 可能只变成一个指标性 挂在那边 因为你要知道一家公司 不是只要看负债总额 你旁边不是还有一个本期综合准益 还有墨现金 你还有现金 本益比资产负债比 一大堆的比 别人都算好了 那些都要呈现 那你看这张仪标板 怎么可能呈现这么多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是这些东西 我应该是要先把它缩小 等一下可能就删掉 好麻烦把这六个的字全部都缩小 好请仔细看 第一个选到它 自觉效果格式 接下来就是什么 这个自觉效果的图书文字 请把它改成12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缩小之后 负质格式 点第二个 缩小 负质格式 点第三个 全部都做完 因为我不需要放那么大 因为等一下 我只呈现一个KPI 所谓KPI 它就是同时要出现 这三个数值 这样理解吗 我们就可以看说 它到底是成长或衰退 就好了 这样理解吗 一样 复制格式 点它稍微缩小 好 依此类推 可以吗 重点是 请把这个字都缩小 变成挤在这边就好了 麻烦请先把这个字缩小 KPI 没听过嘛 对不对 但是老板都在看KPI 简单的说 这个关键绩效指数 你一听到这个名称 你觉不觉得 这个负债总额 KPI 有没有感觉很有 很有那种专业度 那KPI太简单 因为我们函数都写完了 我来做一下给你们看 所谓关键书 关键影格指数 关键绩效指数 它主要在讲的是 我这一季 这一季 累积到这一季 年初期间到这一季 跟去年同期比较的结果 这就是关键绩效指数 简称KPI 那我刚刚讲那三个数字 全部都在这边 看你要先做年 年初期间 还是季初期间 好 都做了 第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 这个关键指标在这边 KPI 先塞在这边好了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值 我们就先做年初期间的KPI 所以它第一个要放的就是 负债总额年初期间 那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趋势轴 各位 在这里所讲的连续变 因为我们现在去看那个 不同时期 它的状况的改变 所以这个趋势轴就是指日期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于此处新增目标 有看到目标吗 其实简单说就是去年的负债总额 年初期间 所以在什么地方 负债总额 前一年年初期间 可以吗 请问我们一定都这样比的嘛 所以请把它放在目标这边 那接下来 这是年初期间 我们稍微一样 就是缩小 例如说20就好了 我不喜欢DIN字 可以吗 这就是 不过最重要的重点是 它的目标 目标 奇怪怎么没有出现 好等一下我们再去看好了 所以三个数字 第一个 负债总额的年初期间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了 负债总额年初期间 第二个就是负日期作为趋势轴 第三个是负债总额前一年年初期间 好我等一下我再去看为什么它跑不出来 这边都会有数值哦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PI 这叫负债总额年初期间的KPI 各位你要知道我们这边的计算 依据这个趋势轴 我们只算 例如说 年初期间 我们用的不是日 而是使用日期阶层里面的 棉 所以它这个意思就是指说 这个负债总额年初期间 累积到第三季 已经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负债 这边有看到日期 一定要把它改成日期阶层 它这下面的数值才会算出来 你看一下 这个数值不就在上面吗 再来这个数值11.32 是不是在这里 这个数值是不是就在下面这个目标 对我们其实 你千万不要跟五年前比 报告完毕之后 再跟老板讲跟六年前比 那是我们做研究 我跟你讲 那你的未来 你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有跟前一年比 但是你要知道 老板没有那么多时间 听你讲跟前一年比 跟前两年比 你只要告诉他 跟前一年比 还有前一年的同年比 所以请把这个日期改成本来是这个日期 改成日期阶层 你这个PBI就做出来了 接下来 我再快速的做第二个复制贴上 这个年初契金拿掉 改成季出契金 目标拿掉 改成前一年 负债总的前一年季出契金 你这样你就做好了 当然这个字啊 稍微显示小一点 可能我觉得20已经够了 所以其实我想要动的是 这个时间不用给它这么大 我接下来要告诉你 这六个我要删掉了 因为这两个KPI 不是全部都呈现更多的资讯给你了 而且这一个它就在这边 这一个它就在这边 所以这两张图也即将要删掉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要知道你最后的暂停式是 假设我有十家 我要选哪一家去做投资 所以一定是把KPI都放在一张 仪表板上面呈现 好了我要继续咯 其实你们应该也知道 回家作业 你这张图再懂了 你做什么 到时候这个 粉益跟期末现金就要做什么 请问一下 你现在看不出来 这一张KPI里面的所有数字 在这下面上面都出现 所以有必要放这么多吗 不需要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它删掉 这个删掉 但请问我有没有把后面 后台计算的函数删掉 没有哦 你要知道 你现在你的资料量其实很大 2024年 2023年第四季也即将要放进去 那个函数我们是不会删的 这三个是要把它delete掉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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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吗 这我想应该不用刻意的 请你们动手去再做 我继续要讲 这个既然叫KPI嘛 对不对 你没必要放一大堆老板看不懂的字在这边 可是不再总和你一定要 不再总和KPI这几个字你一定要 其他都不用了 好 就变成很好看的KPI了 可以吗 例如说 我到时候我当然会很想知道 这十家公司的KPI全部放在一起 我就知道说 这家负债 负债总额的表现是怎么样 好 所以请把它的格式 请把这个负债总额KPI的标题设好 在这里点第一个格式底下一般标题 请把这边后面通通删掉 我个人会有一个习惯 其实我不晓得这个习惯好不好 因为ITD跟QTD 我一看我就知道了 你放年跟年初契金就是有差别 那我又希望少一点提醒我自己 所以我个人是习惯放KPI 这样子是不是好看多了 再来这一个它的标题 当然就是QTD的KPI 后面都删掉 现在有一个我个人认为 因为他都没有提供 所以我只要请你算 可是我们最后我们在看的指标 全部都是主管机关 他公布出来的那些数字 什么本意比 就我们会计不是去学 好像到财报分析的时候会有很多比 那有几个很大的比 我们知道就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有一个如果你真的希望把大数据学好 我真的希望你一定要先想通几个很重要的关键 像这三条线是我告诉你的 如果你今天你帮我想出一个比他这三条线 评量这一条线更棒的方法 我可以发表论文 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两张图表 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但是越重要的资讯 有时候是不能公开给外人知道的 我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个重点跟你们作业是绝对有很大关系的 例如说我现在我的资料是这十家对不对 那我跟你的资料只有台积电是相同的其他都不一样对不对 我现在是不是做完这些东西 我是不是说请你回家 请问知道今天的作业吗 知道吗 请你多画出来在这张图旁边 我就是要去看 每一张真的很有趣的一些现象 尤其我要请你找出来这个东西 这太重要 这就是我后面我要讲即时集合 还有这两张 其实这两张背后有六个函数你要设计出来 听懂作业了 我要告诉你 我们现在是不是做完这个档案 你回去你要接你自己的资料 像同学 他的资料他选择很多银行 对跟我资料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你到时候你的报告 你去想要报告这几家公司的战刑事 好 那所以我现在我就要去把后台资料 整个去改完 那我会遭遇什么问题 我现在就直接秀给你们看 同学他就直接在课堂上 他就赶快做 例如说他把他资料整个接起来 他会遭遇什么问题 他就直接课堂上就问我 这样理解吗 好了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秀一次给你看 会得到跟你回家一样的问题 那我接下来请你们先赶快把这个档案储存 这已经是我放在这边的二了 叫做data2看一下 好你要记住哦 我只有这个地方有要求 因为他每一个档案下载下来他就会标年跟记 记得吗 你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那到时候还要请你再下载他其他的资料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为了区分 我才会把每一个档名前面我加一个字 我看到线我就知道他是现金流量表 这样理解吗 好 所以请你们最好是把你的资料也改成跟我一模一样 你不要在这边写损意表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越是资料长得跟我一致 你到时候你改的东西就越少 好 有看到 反正后面通通都一样 连根记 好 复制 我就接贴到教学这个地方 好 那我现在这一个视觉化分析的档案 它原本绝对不是接这个data2资料夹 所以我是不是要变动 所以怎么变动 接下来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的事情 就是常用转换资料 接下来针对资料来源 我要改 好 变更来源 变更到透过浏览找到 我是放在本机的一碟的教学影片的2024至0科大 这个名称一定要特别强调 因为我们是商学院很有名的一个学校 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 接下来这个3月18底下的data2确定 关闭 好 那通常这个时候 它如果没有重新整理 那你就要点这个重新整理 有看到吗 是不是会出现 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它说什么 它找不到 在资料中找不到联发科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去下载联发科 可是我有 所以我就把我那里面的联发科 只要有谈到联发科的那一个步骤改掉 举例来说 你是不是就会点这个一致错误 它就告诉你说 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看嘛 上一个是不是正常 这叫正常知道吗 可是这一个叫不正常 好 那既然它不正常 各位你还记不记得 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是把所有展开来的 请问台积电这边所放的 是不是全部都是数字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先全部删掉 以变更类型 因为这个以变更类型 它里面有联发科 还有像它好多银行 什么张银 可是我的原始资料 我就没有张银 所以它就告诉我说 我这里面没有联发科 这样理解吗 那很简单嘛 你就把它删掉 这个错误 你就把它给删除 可是记得你删除之后 麻烦请在上面这一个 我们把这些全部改掉 好不好 因为刚刚那个动作是指说 把这个后面改成123的意思 所以请你从这个地方选到最后一家公司 所有这些资料全部都转换 也就是设定资料类型为整数插入 刚刚那个是要ABC123对不对 现在我做了一键把它改成变更类型为整数 好 再接下来你去看 下面这边是不是都正常 到这边有看到吗 它又出现找不到连发科 为什么 因为一样的问题 到这边是不是都变成数值 那这个不做都没有关系 这个就直接删掉 好 没关系 你做法一样好了 因为变更类型里面 它有变更连发科 可是你就只有张营 所以先把它删除掉 删除 接下来在做什么事情 好 一样选从这一家到最后面这一家 把它改成整数插入 我刚刚多做了一个 对不起 我刚刚多做了一个 这边嘛 所以我只要做到这边就好 这一个不能做 就是这一个 因为它都是数字啊 可是这个不是数字哦 转换成整数插入 好 接下来你去看 下一个 下一个 反正都正常了 那如果你不想看 我们就看这边 好 一样出现 所以再继续往上找 没有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叫做重新排序 记不记得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把日期 把日期搬到最前面去 所以这一格 这一格 因为它里面就有连发科 所以你的做法就是 先删掉它 删除 回到上一个 这边我们把 记得日期怎么移动到最前面吗 滑鼠右键点 日期移动到开头 插入 好 你去看 下面这些是不是都变正常了 你放心 现在我做的事情 这三件事 接下来它反正就在跑就对了 你看到这边是不是都正常 这三件事 你可能是必须要做的 这样了解吗 你是不是就常用 关闭并套用 等一下我这边我看到就不会再是什么 大立光中华电那些银行名称就对了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都是银行 反正就有几家银行 我印象中我看到什么 对 好像还有桶 你等一下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们大数据分析 我一直在教你 AI ready数据准备 我不可能一天到晚 在那边 我到时候还要再教你 很重要的方言是学习 我们要把新资料 一直想办法喂进来 这样了解吗 你看他在这个地方 他有台积电 台积电是我们那时候说好的 你看像这些数据 是不是全部都有 可以了解吗 第一件事 反正你一定要学会 不要每一次每个季都要重划 那下一次我要教你 这一季资料 已经全部都放在公开资讯观测站了 这样了解吗 我们要整个把它 只有第2023年第四季 要下载下来 这些图表全部都要做完 了解吗 好 以上是今天的作业内容 我都成功的演示给你们看的 这是你们会回家遭遇的问题 所以真的我们班上 我们班上真的像今天 同学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他就问我说一些问题 你就直接把作业就做完了 对你绝对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是我要出额外的作业 给程度很好的同学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三条线的一个分析法 我用最小值最大值跟平均值 解析长期趋势 请你想一想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来去解析这一条长期趋势 可以吗 我在阳明是这样教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看的 这一个年年初契金跟这个季初契金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不知道各位看得出来吗 这个地方它已经平滑化了 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抖来抖去的 像这个是下降 这边是下降之后上升 为什么真的越平滑 你不能说错啊 这两张图都是对的 只是计算方式不同 会让我们有机会 用不同的方式来去看它 这样好吗 哪一个是对的 这一定要去想通 这就是将来能不能做到 很好的数据分析的关键 第三个额外的作业 你可以不做哦 请你看KPI KPI这张图跟这张图 它的差别 真的我最后我放的 全部都是KPI 我在秀那个画面 我最后 我要请你们看的 有看到吗 全部都是KPI 例如说这个是整个台积电的营收 下面就是什么 负债总额 现金 因为现金的定义 例如说一年内到期的 那个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全部都视为是现金 反正就是现金 与约当现金总额 还有像股东股数的变动数 什么 还有本益比 反正有一个存线 接下来你看的是整个台积电 全部都在看这种东西 那你会说 老师我们不是有画那些图吗 在这里有看到吗 还有颜色别 刚我找的全部都是美国的 所以它颜色刚好跟我们这边是编导的 好吗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课程 回家记得好好的做作业 愉悦愿意